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我是 Raymar 之前大家多謝留言 希望看到更多不同種類不同價位的手機評測 今天終於安排到有小米的 Mac Plus 跟大家看看 由現在最頂尖的規格當然是性價比手機 至於旗艦殺手 OnePlus 3T 是非常高質素的一部 性價比方面當然不能忽略小米 那是否一部好機呢? 歡迎大家收看 Flash Android 新一集的專業生評 首先是設計和工藝方面 5S Plus 的設計言語 和 Mo Plus 的 5S 已經非常不同 和上一代 5 的雙玻璃面板設計更加不用說 新的金屬機身用三段式設計 有高調的金屬拉絲紋處理工藝 配合表面的塗層在不同燈光照射下 都有不同的反光是特別的 雙鏡頭還有指紋掃描器 和 Mi Logo 都做到對稱的設計 再近距離一點看 鏡頭部份和指紋掃描器 都有銀色的鑽石切割邊框點墜 機身旁也一樣有鑽石切割工藝 所以 5S Plus 的細節見到有點心思 比較大遺憾都是頂部和底部的色差問題 以及表面的塗層雖然加了一些獨特性 但都為了金屬機身本來沒有的指紋問題 現在就比較顯眼一些 以及整體設計輪廓也有待進步 在它的創新方面 反而機身配置方面是沒有妥協的 終於加入了 NFC 晶片 另外繼續保留了方便慢用遙控的紅外線發射器 以及降噪收音咪 降噪收音咪 現在就在室外一邊走 一邊聽聽它的隔音是做得如何 看它能否隔得出風聲、水聲等等 效果不錯,清晰但扁平一點 不過都比 OnePlus 3D 好 另外亦有支援 Quick Charge 3.0 USB Type-C 插口 以及有USB On The Go 指紋解鎖亦是合理的速度,是快的 整體5X Plus 的工藝說不上完美 但細節亦有不錯的表現 以及機身配置亦沒有因為性價比而很大妥協 設計亦可見到小米的心思 比較大遺憾都是觀感上依然沒有太大突破 如果大家很堅決支持國內手機 那就不用擔心了 功能和效能方面 Coxet 5X Plus 運行的 MIUI 8 系列是 Gear Android 6.0.1 介面繼續不是我的類型 但流暢度是我在小米中見過最好的 功能亦非常豐富 比較入門先就是一定要賺的 Double Tattoo Wake Pocket Mode 亦有支援 就是放在手袋裡的時間 都可以正常地指紋解鎖 但一定要拿出手袋才能觸碰到螢幕 這樣可以完全避免誤足 指紋掃描器亦可當作相機的快門鍵 過場效果的選擇亦非常多 至於新入的功能 跟其他不少用實體度向鍵的手機 都一樣可以選擇 Long Press 的捷徑功能 但小米提供的選擇就少了一些 例如沒有關門或一鍵 就清除所有背景應用程式的功能 這個圓泡球亦有提供到一些捷徑功能 但個人也不覺得太實用 反而開單手操作的方法是讓其他手機貼心 在導向鍵向左或右掃的時間 開之前會有確認通知 要確定了才可以進入 提示燈的顏色亦可以自己選擇 而圖模式亦有在MIUI 8 上出現 如果經常將5S Plus 給小朋友玩的時間 就可以鎖定了顯示某部份的Apps 這樣就無後顧之憂 以及這個原生的Scanner App 裡面有類似Microsoft Office Lens 的 自動平面調整功能都很實用 雙應用、雙帳戶的功能都很新鮮及實用 因為5S Plus 是雙卡的手機 雙應用代表可以不用做任何修改在官方的情況下 同時安裝兩個WhatsApp Facebook 或 WeChat 等等 雙系統兩個空間才是最大的驚喜 可以用指紋或其他密碼去區別兩個空間 系統1的Apps 和檔案不會在系統2出現 但背景時同時收到通知及運行 另外系統2的時間亦不會顯示系統1的檔案和Apps 更誇張是可以直接設定不同解鎖方法 然後直接打開相應系統 如剛才用指紋解鎖開空系統2 現在用圖形直接打開系統1 系統會直接在系統2跳回系統1 直接打開 只是解鎖的時間慢了一點 至於在我的體驗中 3 個WhatsApp 或 WeChat 已經極限了 因為在主系統可以同時裝2個有Drew App 但在副系統就不再兼容雙應用 所以是3 個都很誇張 至於效能方面2.35GHz 性能版的Snapdragon 821 處理器 加上6GB RAM 組合是目前最頂尖的效能 系統優化亦滿意 按照統一開Apps 速度測試 打開一系列的應用 速度是目前買到最快的 第二回合重新打開 剛才已經開啟了現在在背景執行的Apps 6GB RAM 當然沒有壓力完成 比起相近規格的 OnePlus 3T 更快了一點 是目前第二塊的Android 手機 第一塊的還有25萬部在通行 以及6GB RAM 和4GB RAM 的分別又來了 因為在背景運行了很大量的Apps 時間 Apps 和Apps 之間的切換是非常完美流暢 就是 iPhone 的體驗 簡單給大家看看 5s Plus 的 Solo 打機當然不用擔心 目前最頂尖的 Adreno 530 GPU 推1080p 的螢幕 大材小用 所以 5s Plus 的功能和效能 除了介面真的不可搭擦 以及沒有 Multi-Windows 外 流暢度個人發設頂到系統功能都非常令人滿意 相機方面 5s Plus 的雙鏡頭是建設 Qualcomm 的 ClearSight 技術 同樣是 1300 萬像素 但一個是色彩的感光元件 另一個是黑白 Mono 但有 3 倍的感光能力 可以在低光場景有更高的光亮度 以及很低的雜訊 現在在相機界面看到一個快門的 icon 按下去就開啟雙鏡頭模式 在雙鏡頭模式拍攝時有明顯的遲緩 但實際效果絕對可以說服大家是等一等的 用雙鏡頭模式拍出來的相機 雜訊控制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暗處的細節都立刻出來了 以及銳利度都稍微有提升 整體的成像就更順滑和同時清晰 分別是很明顯的 但事實上 5s Plus 和頂尖旗艦 Pixel XL 都仍有一段距離 雜訊控制就非常滿意 Intid Drill seo 360 到1 KbЯ 哩 Kontakt 410 Kb 都方便觀光 νη m 4540 M 麵 通知 Its Zen Christian 當然小燈 夠了非常的感人 ねぇ 400 萬像素 Ultra Pixel 超大像素的自拍鏡頭 在低光場景亦一樣有不錯的效果 光亮度及顏色都非常令人滿意 不過細節不可見過最好 或者大家自拍都不要求太清 拍片有點失望 第一 清晰度一般 以及 Face Detection 的對焦方式 經常會前後移動鏡頭去找對焦點 所以有這些不必要的防洞 以及防守震效果都是一般 所以整體 5S Plus 的相機 雙鏡頭模式下的雜訊控制非常好 但其他方面都不是頂尖旗艦的表現 到多媒體應用 5.7 吋 1080p IPS 螢幕支援廣色域 去到 97% NTS-C 的規格 即使以旗艦級手機來說也是非常好的參數 實際應用上顏色都很鮮艷 但沒有 AMOLED 屏幕高對比 大角度傾側的時間 亦可以看到色溫輕微偏暖一些 但整體可視角度都滿意 質素方面都超出了小米的認知 同時光亮度有很寬闊的設定 最暗在黑的環境都近乎看不到 以及原生的白平衡都比較好 只是如果都不適合心水的話 可以在自己的設定裡面 再轉對比度和白平衡 唯一可以挑剔的就是 5.7 吋大螢幕 但 1080p 的解像度 日常私用沒有發現火粒感 但在看片或照片的時間 近距離看細節度都有輕微分別 這一點妥協就不太重要 喇叭外放方面繼續單聲度 但2016 性價比手機的音質似乎不錯 耳機音質輸出有失望 最大聲都不能推到我的XB A3 當然不要說音質 推一般耳機就可以 但高端耳機都是配合高端的手機好一點 推力比Pixel XL 或 S7 等 沒有獨立 Hi-Fi 晶片的主流旗艦都要再低一點 所以 5S Plus 整體多媒體用的得分偏低 最後電池續航力測試 3800mAh 的大電池再加上 1080p 螢幕 按照統一測試方法 最高螢幕量度過 Flash Android YouTube 頻道 4 小時 剩下 48% 的電池 非常不錯 IPS 螢幕手機中數一數二 同時支援 Quick Charge 3.0 快充 不需要擔心續航力 所以總結 小米 5S Plus 給我最大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非常豐富的個人化設定 瘋狂的商系統和三應用功能 操作速度是目前一流的表現 還有大容量持久的電池 機身的工藝也可以看到有些深思 但整體外觀上沒有太大突破 相機的新技術的確有更清晰和更乾淨的成像 但整體效果和頂尖的旗艦手機都有明顯距離 螢幕效果又滿意的表現 但不是頂尖的面板 單喇叭可以接受 但耳機音質輸出是比較大的失望 但低超過一半的價錢 這些犧牲可否接受呢 那就看你了 今天的評測就到這裡 之後也會有5S Plus Versus OnePlus 3T 和ZenFone 3 Deluxe Snapdragon 821 版本 大家繼續密切留意 現在也有影片給大家跳播 下次再見